像这么大的章鱼 哇天呐 它这个出水孔比我的手指都脱 它一天不得赔一洞水 看变色了 像这种章鱼 它就随着石头的颜色改变 来吧 好大的劲 哎呦 哇天呐 这个得三分钟吧 这个出来吧 洗在手上 太爽了 跟那个坐那个桑拿一样 这个村王我撒了将近半斤盐了 它就是不出来 再来一下 这边都没大坑了 我把它挖出来了 我是我也等着急了 来 直接这样应该能出来 哎呦 哎呦 哇呦 别跑了 哎呦 出来了出来了 哎呦 在这 哇 真大哦 打了半斤盐都没出来 真是不给面子 这应该是天冷了 村王都不爱动弹了 露点鼻子给你看一下就不错了 带着吧 这家伙该说不说呢 卧上本领货的是挺厉害 估计也是败过湿了 哇天呐 这应该是那种胡头 我们这边杨海生用的 光剩玻璃铲子呢 都是被浪打碎的 这个也是啊 这个应该称作暗器了 这边还露了个小劲 弄不好扎脚那是一定的了 应该是另一辈 我今天能不能把那一个胡头找齐啊 也收着吧 我又要拆架了 这边又来了一个抹眼罗 哎呦 好打开了 哎这个卧的身后 啊 这么点吗 哎呦 滑蛋蟹也来跟我透热呢 他把我手给我扎了 太小这个 不要了 像这样就是那个沙滩上毒雨的生蚝 灰是真毒啊 这家伙得给他整一个脱脏的来 要不然是真麻烦 这还长了个连体 这地方一个 这地方还有一个 我天呐 这个是真毒啊 他能净化海里的海水啊 净化水质 一天能净化个几栋啊 我回家放鱼缸里面试试吧 而且肉也特别大这个季节 带着了 这也是一个抹眼罗 哇 啊 什么情况 哎 还漏水啊 哇塞 这应该是被冻浆了 刚才那一个在沙里面 它冻不结实 这一个在水里面 现在的水温 有零度以下了 特别凉 在沙里面它还能保点温啊 在水里面直接就 冻了一点劲没有了 这个也挺大 这个小狗已经算隔浅了 在这地方爬了有半个多小时 只爬了有20来公分 如果说这边有水的话 它一分钟也得爬了一两米 太小了不要了吧 走吧 这是我捡到第20个 躲在海螺里面的保养鱼了 出来吧 哎呀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出来这个 我天哪 哎呦 哈哈 我天哪 它碰这个墨汁怎么这么长 看 都拉丝了都 来吧 别跑了 像这样的迷你八爪鱼回家 剁个蛋炒饭特别好吃 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牙齿拿出来 这个黑黑的就是它的牙齿了 用手一扣就下来了 行了 这就不表演了 回家起锅烧油 来把你的窝也带上 走了 这应该还活 要是死的话我都不打算要它 这叫片口鱼 是海上隐藏的高手 鱼类它是最会藏的 握沙本里也特别强悍 看一下 就这一面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翻过来的话就好扔了 这个个头不小 好了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